小小的成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从我们正式的点印开始 取得了上座绿第一 场军人次第一 以及好评绿第一的好成绩 那今天我们把发布会的主题定做是 风铃火山 出自于孙子兵法的这四个字 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 那同时呢也是更好的来诠释着我们的秀春刀 修罗战场 首先是风即如风 我们提前23天 非常适合全国的观众见面 林高手如林 可以说从导演到监制 浮画倒影 以及我们整个的主演阵容 都让大家觉得相当之惊喜 活 大家看过了影片之后 都会反映非常的烧脑 而对于这部影片一定会 燃爆暑期党也是充满了信心 最后一次山 那现在已经举行了如此多场次的点印 但是口碑依然屹立如山 那在这里我们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电影秀春刀修罗战场呢 是坏猴子影业72变电影计划的首部作品 同时也为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 影片持有坏猴子影业 喀什家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自由护金影业有限公司出品 那同时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非常豪华的主创阵容 以及各位出品方的领导来到我们发布会的现场 其实我向各位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欢迎导演陆阳 我们的各位主演张震 杨广 杨幣 雷佳音 新曲雷 刘敦敦 李源 吴乔 杨幣 吴小亮 袁文康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特别嘉宾 李东学 唐维维 欢迎我们的各位主创 那同时也要向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来到发布会的各位出品方的嘉宾 快好景ESCEO王一斌 欢迎德莉玲 快好景ESCEO张宏彦 欢迎您 自由护金董事长张宁 欢迎德莉玲 嘉宾营业副总朱大伟 欢迎您 嘉宾传媒宣传总监秦熙 欢迎德莉玲 华作营业总经理张大勇 北京企态文化发展集团 董事长杨硕 欢迎您 影联传媒总经理蒋武生 欢迎您 中南营业董事长刘春 欢迎德莉玲 中南营业副总裁刘忠锦 欢迎您 领度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兴言 欢迎德莉玲 启丽影视总裁张小磊 启丽影视副总裁刘宏彬 西藏一格万象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莲 欢迎德莺光临 北京迈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市长兼CEO陈丽智 现场欢迎您 北京安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黄绝 欢迎您 那当然我们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 所有的媒体朋友 和我们共同来期待 秀春刀修罗战场 真实和全国的观众见面 那说到秀春刀 大家想到我们三年前的那一部 燃爆暑七挡的黑马 可能很多黄龙队当中的兄弟情 都是记游心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特别有请上 我们三年前秀春刀当中的三弟 靖一春李东学以及沈恋张震 还有我们新加入的裴伦雷佳音 当然还有我们的陆阳导演 欢迎我们的各位嘉宾登台 我们需要按大小酷儿排一下吗 向右看齐 向右看齐 导演虽然说发布已经开了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要再跟我们北京的朋友 来一次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导演陆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震 大家好 我是秀春刀的李一川 林佳音谢谢大家 那说到这一次 现在四位当中 站在中间的两位 感情不一般哦 因为这次算是兄弟团聚 在我们的发布会上 这个亏别了几年之后 所以今天心情怎么样 我有看到东爵每次都很开心 我每次看到他都很开心 我说莫名的开心 对是很胜就没见了 很有两年 我每次看到我二哥都很幸福 莫名的幸福 古典的幸福 总之都有莫名的感情在里面啊 那你们俩比如说现在再见面 依然会以这个当年剧中的这种身份去相称吗 三弟二哥 我私底下其实就是好朋友 因为冬冬青年在台湾也有拍戏 算是上一步的前转 而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时候 神练已经认识了金银川 但是五哥金银川这次没有在过什么图线里面 嗯 他这次最大的对手就是就是 就是佳音伴奖的这个对手 好 所以说这次身旁的这一位 不再是跟你并肩作战的兄弟了 所以这次神练是要单打独斗吗 这也没有啊 就是神练这个人物本来就比较 比较孤僻 然后他其实因为他性格比较不一样 在团体生活里面 就会树立很多地位 其实这次跟佳音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哦 就两个人开始是对立的关系 嗯 那后面会有所转变吗 没有 早点刚刚 还有只猫是吧 对了神练不孤单 前面有只猫 哦 我没说到 但我看他比较不一样一点 嗯 就是也是可以交流的 也是可以交流的 那既然刚才这个 神练有讲到说这一次跟 雷佳音老师演的这个角色 最开始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那究竟你们两个人 最后你觉得以什么样的形容去品评它 是比较精准的 相爱相杀准吗 大概是可以的 哦 相爱相杀 所以是不是这次会组成新的CP 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说到CP 我们的上一步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修穿CP是不是 还记得很清楚 要问一下东学 你知道你们在二次元世界当中的这个修穿CP吗 我师兄冰修今天托我给大家带个画 他闭关 修炼 葵花宝典 所以不能 啊 所以下一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应该会很惊喜是吧 对会有特别异常的惊喜 哦 那对于你们的这个修穿CP呢 这个全是拜陆阳导演所赐 因为没想到观众这么喜欢 我们这一条既丰富又複杂 还很多人的情感线 哦 也许在下一部会有一个延续 也许下一部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经典 嗯 那陆阳导演今天讲到说 在上一部的时候出了这么一个 让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修穿CP 在这一次的修罗战场当中 您有这种刻意的也去组CP的这种想法啊 你觉得哪两位是需要观众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的 上次上次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组CP 大家喜欢就大家就自己组就好 这次也是 反正看喜欢谁就来吧 就随便组 看大家的喜好就好 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一上来就公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 提挡三周啊 共计二十三天 也是创造了我们中国这个影史上的一个 新记录 为什么会有这次的霸气提挡 呃 因为这次我们的整个的呃 制片人还有兼职 包括我们的宣传公司发行方都特别的给力 他们一直在 关注整个数据党的动态 所以这件事情是由 呃 宣发方还有制片方一起决定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对电影非常好的一个提挡的一个改变 哦 那既然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修传CP 关于周一维的这个角色上一次也是吸粉不少 虽然说今天他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能不能够我们透露一下 在我们的修罗战场当中他还会出现吗 会 透一下一下 这么明确的会啊 好 那既然现在我们的影片已经进行了典应也 刚才讲到了得了很多的第一 当中有一样应该是导演最喜欢的 就是好评率第一 所以不妨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网上 已经看过典应的一些观众 一些媒体给我们的一些 关键词啊 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个关键词 首先我们看到悬疑烧脑 而且当中有看到说觉得导演陆阳 特别会选演员 说你到哪找了这些低调演技炸裂的演员 说上映之后他们全都会火 就是有一种互相的莫名的吸引力 大家就凑到一块了 跟这么多的好演员一起 咱们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爱用莫名这个词啊 就看缘分嘛 好 那既然说到这个刚才讲到好演员 你看上一部其实我们的除了审恋之外 其他的几个景音位也相当的出彩 那这一次雷嘉宁老师很多人都预言说 您这部电影正式跟观众见面之后 一定会暴风吸粉 您怎么看 比较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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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周一北老师现在是不是都上了街了 那个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那样上街以后 就是给大家认识来 嗯 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在看这个雷大烟老师的《我的前半生》哈 然后你担不担心很多女性观众有可能 再见到您是又爱又恨 就是陈俊生和陪伦实在无法自由切换 其实我挺想让这些观众走进影院来看这部诚意之作 也希望那些认为我是渣男的 进了影院以后他把这个印象反转给一下 所以正好这个上映的时候火候对您来说也特别好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版预告片 我们感谢四位的分享 我们请四位回座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这部预告片 谢谢 请看大屏幕 我在做什么 在这么个无聊的地方 白白度上这条命 我心中有一日 这阴挡横行的世道会过去 谁救不了这世道 这个北斋啊 是东陵女党 我和林总齐一经无编造买服 东厂的意思 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北斋 考不了了 你去了 你终咚刀 北斋先生百户神仓 河目色彩 拆着 没有 精神不过去吗 满通逆荡 你算钻在我手里了 是 神仓 要想不这么死 就得换个活法 沈恋 为忠贤人心丧尽的延迟造变 你还都不能让他冒掉 拿师叔来离他 你我是忠贤 我不是我这个角落大王 沈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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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做什么 在这么个无聊的地方 白白渡上这条命 我心中有一日 这烟党恒行的事当会过去 谁救不了这事当 这个北斋啊 是东陵逆党 我和林总习一经无便造埋伏 东厂的意思 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北斋 逃不了了 有坑道 北斋先生百呼神练 何谋分了 杀我护上 谁啊 竟然想不过去吗 满通逆党 你算钻在我手里了 神灵 神灵 要想不这么死 就得换个活法 神灵 神灵 为忠贤人心丧心的天池造变 你可都不能让他冒掉 拿尽数来离他 不uchen 你会攏终中间活了 conscious 神灑 神灵 神灵 我们再次有请神灵 張震 北斋 杨幂 欢迎两位 所以说每一次新的预告片都让大家的期待感又提高了一层 两位看过了刚刚的预告片什么感受 跟我们分享一下 甜甜的 好吧好吧 这个杨敏我记得前几次发布会的时候 都给我们的电影定了一个很好的调性 纯爱片 对粉红色的纯爱电影 粉红色的纯爱电影 而刚刚我们看到口碑当中也有讲到说 关于张震的这个峡谷柔情的眼神啊 令很多的观众是非常的怎么说动聋 所以能不能正好我们的女主角也在台上 我们能不能请郑哥在现场给我们来演绎一下 峡谷柔情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对啊既然是纯爱片这个峡谷柔情的眼神一定是大家最想看的 看前面 你是要看着他吗 不是啊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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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得对视啊 明白 来对视这样我们好拍照 我们俩来对视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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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兄弟情 六王导演 您觉得这张宣传道出来 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宣传修春刀修和战场吗 可能不知道 好吧好吧 其实关于两位究竟在剧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在前几次发布会的时候都有多多少少和大家聊过一些 那这是我们正式上映前的最后一个发布会嘛 我们也请两个人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审恋和斐 好不好 你觉得这三个词无论是形容感情也好性格也好 这一次的人物命运也好 诚哥先 好心 好 就是 三个词啊 好难啊 好难啊 好难 纠结 纠结 压抑 压抑 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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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处女座的吗 你说我省恋 应该是吧 你觉得如果省恋安个星座的话应该是处女座 应该有一点 可能是上身处女座 我相信有朋友们可以介绍说省恋是天秤座还是 是我我是天秤座吗 不是 省恋是巨蟹座 巨蟹座对 巨蟹座 省恋有可能巨蟹座上身处女 对像生处女 好 来 蜜蜜到你了 每根是松鱼座吗 像它那个他们安排的是双鱼座 所以它的三个关键词是 粉红 甜蜜 浪漫 好双鱼啊 它上身还是双鱼吧 对不对 那最后给我们透露一个小底 最后 这个北斋究竟有没有爱上省恋 因为大家看电影的话总觉得如果不爱上张震 这个电影就说不过去 有没有爱上省恋 就你们猜 就是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他们两个不只是 儿女私情这么简单 因为很复杂 对 然后 想爱又不能爱 对 但到底爱没爱我 就再说吧 就是要现在透露 对 就是非常纯的一种粉红色 很难够很难能够形容那个粉红色 对对对 就是可能是淡淡的 不是那种很狼烈的感情 对对 好 那现在今天除了我们的神练和北斋来到现场 我们的各大高手也都齐聚我们的发布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各路高手 全都请到舞台上来 让我们再次有请雷佳音 有请新芷雷 有请刘端端 有请李源 有请吴强 有请杨毕 有请吴小亮 有请袁文康 欢迎我们的各位主唱 我们今天各位主唱手里拿着很特别的道具啊 扑克牌 为什么呢 7月19号我们提前和全国的观众见面 今天我们的各位主唱 也要亮底牌 那每个人亮过来 最后要给我们诠释一下哦 我们请正哥先来吧 怎么解读这个商会 粉红色 这比较偏正红的 OK 我觉得就是 可能是锦衣卫比较像那个杀手 Killer 可是在里面 因为那个半盖子的过程里面 神练他还是比较主导性比较强 嗯 可能又比较像一个国王 还是回到这个K 就是K 好 好了 所以正好又是杀手 然后又是王者 对不对 去诊渡我们的粉条K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杨毕 请亮你的底牌 代表北斋的是 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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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其实 这个身份是有一个寓意的 他算是女王 就是但是他 在戏中 其实是跟他的身份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对 就是他的一个隐藏身份 是那样的 对 而且在整个课客牌里 应该说这张牌的读法最多 全国各地都不一样 圈 圈 夸的 蛋 是吧 全都是他 代表着不一样的读法 对 大家好 我在 就是那个Solo站场里面演的是蛋 但是蛋K嘛 对吧 没事 没事 没毛病 没毛病 红桃蛋 好 看这个 老K和皇后都亮出来之后 我们要看看 雷佳音 你的底牌是 有 这也有好多读法 哦 尖 S 啊 对 还有 阿波斯德的阿 没有吧 打牌的时候谁读阿呀 哎 有有有 有吗 有有有 对阿 大家好 我演的是阿 就是这个阿可能就是 因为我在里面演的是吃货 吃货 估计就是跟那有关系 就是吃啊 啊 香啊 啊 吃啊 香啊 好大 啊 啊 但是整个剧组是你一个人吃吗 呃 心里边是我一个人吃 嗯 是不是是不是今天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雷佳音老师还特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准备有特别符合他这个角色的礼物啊 行 没有女孩的 知道了那个下边摆一盘 最近我膨胀啊 有谁 哈哈 我往下一盘 啊 啊 好 这个请喳喳 一起来享受我们这个雷佳音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食盒啊 也非常代表当中的这个角色一直在吃 究竟怎么回事要到电影上映的时候一起去看一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纸雷 红材 七 嗯 七颗星 什么 七颗星 对 请问跟您角色的联系是 嗯 集齐了七颗星就能打败十列 是吧 哎 但是所以是有这个对立的关系在里面对吧 对 哦 但是你一个人要打扮神练吗 不是吧 我不是一个人在干的 嗯 你还有几个伙伴 看一下就知道了 来 还有谁拿到的是 红桃七亮出来 哦 我们还有两位 来 袁儿 红桃七 不是按我书那么解释 我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是红桃三呢 我们是SHA 这好像有没有指甲刀 小亮你觉得这个红桃七怎么解释更好 怎么解读它更好 老虎鸡是不是 哎对 老虎鸡 最后 爆了就是这个红桃七三个七嘛 对不对 对 是拿到最高奖赏嘛 所以也让我们对这三个人的组合是充满了期待啊 那现在看过了三个七过后 接下来我们看看刘端端 红桃九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 应该是酒香不花香的深嘛 然后呢这个 说明这个人藏得很深 这个人藏得很深 然后九到我们应该就是六 所以说明这个人物比较有多面性 他应该有一个最大的技能就是变脸 他能够翻阴覆语 至少是天堡 听过了你的解读之后 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们的红桃七三个人 接着不出来 不知道 没问题 好吧 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几位 还有三个人 他们是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啊 这个小分队叫做千万别出事 是吧 千万别出事小分队 来 我们先请五强 亮出你的底牌 Go 那个刚刚郑哥说了 他这个K是国防嘛 对 然后秘密的圈呢 我理解的就是王后 我这个勾就是士兵 有句话叫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所以呢 我要勾住这个K 干倒他 拥有K 好 关于这个人物关系 我们也看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杨逸妮的底牌是 投财8 滕可琪这个并不是发财的意思 这个8是不说八道 胡言乱语的意思 说错一句话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但戏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无常步 这个东西 呃 强哥之道 十二人一无形 非常厉害 好 所以也跟角色很有关系啊 对 我们要到电影当中去揭秘 那我们请袁文康 最后请亮底牌 红桃石 呃石 其实他是一和别人的关系 中间还有个桃心 对 这个戏里面的 呃 导演听我说我是审人的男人 然后审人跟陪伦 对了争夺这个男人 打了一架 哦 对 所以是一和另一 的关系 好有生意的解读啊 那除了台上的这几位之外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来宾 那下面我们就有请 杜洋导演 携手 谭维维 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 欢迎两位 我们要看看 维维跟导演手里拿的是什么样的底牌呢 来 我们首先有请谭维维亮底牌 你这是老千 你先把这份爱严 双击666 对 这个就是很拽呗 特别拽 一切都顺 一切全都顺 对 而且维维这一次给我们演唱的主题曲秀春 大家也觉得既好听 而且应该说翻唱难度极高啊 我自己现在就翻唱不了了现在 但是我们觉得今天竟然是我们正式上映前的 最后一次发布会 现场还是想听维维给我们翻唱一下 真的 特别想说一下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我自己录的裤腰带都勒紧了 然后 我也是秀春刀的铁杆粉丝 然后就在这里嚎两嗓子吧 好 太难了 独立在风口浪尖 恩怨爱恨命短 我自己是不想的 我自己是不想的 所以好听好看对不对 对 也替我们营造出了整个秀春刀修罗战场的氛围 对 如果现在台上有一位你觉得他有翻唱实力的话是谁 如果在台上蜜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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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来会翻唱吗 什么东西 刚才会翻唱 这是雷佳音老师 哦 雷佳音老师呢 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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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瘦了 特别不容易看 你知道吗 翻唱 就是为了对比一下这个翻唱有多难 雷佳音老师刚才说 他在家里练苦练了好几天了 哦 在什么 这首歌吗 你刚才说的 上台不是你说的 不是过专心你来的 但你不是现在转转型当歌手了吗 那你唱前面我唱后面 多么和谐的剧组 好 不难为大家 不难为大家啊 我们现在台上还有一个人没有亮底牌哦 接下来我们看路阳导演 您亮出的底牌是 猫 来 据说沈恋有一只猫 是他的好兄弟 对 那个猫现在在我们公司 就是作为那个公司的 吉祥物 嗯 生活得很好 嗯 那这次您的这个猫 代表的是什么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您手里拿的这张大王 呃 就 其实是 这是要靠大家来帮忙的一个 一个电影 嗯 如果没有大家的话 这个牌就不成立 嗯 所以这个猫其实是电影 就是这部电影 而且你看除了我们所有的主演 包括我们主题曲的演唱者 都让大家觉得真的是高手如丽 那刚刚也听 薇薇在现场 让我们领略了 这个现场版的秀春啊 我们也请路阳导演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跟他认为这次合作的缘由 呃 因为 当时请川景老师写这首歌 那个川景老师其实很担心 说这歌挺难唱的 而我一开始就 打定主意说 希望请一位女歌手来唱 但是想唱出那种 力量感和爆发力 然后 而且又需要 他的唱法很华力 呃 其实这样考虑下来 那个合适的人选就已经不多了 呃 能请到薇薇真的特别的 幸福 呃 因为我听他的歌 真的觉得跟那个电影的画面 他整个的气质太大了 嗯 就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感觉闭着眼睛听这首歌 所有电影的画面就都在眼前 对对对对 而且一定要配着电影的画面 好 那既然我们所有的主创 都已经亮出了他们的底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其实我们在现场 是一个同花顺 从尖到K 最后加上王 我们也遇见 希望我们的秀春刀修罗战场 在正式上映之后 可以一路顺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能够沉浸在路阳导演 为大家营造的这个武侠事件当中 既然同花顺 我们来到一下位置吧 好不好 按照这个从尖到K的位置 来来来来 我们在现场请大家 来给我们挪一下位置 撒七站一块儿 撒七站一起 好 来请我们现场所有的主创 给我们媒体朋友一点拍照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拍这个非常特别的大合影 我们的影片将会在七月十九号正式上映啊 而且呢这个上映期间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 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影片 像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 要能够人抱整个的暑期党 那我们还有这个秀春刀家族的李同学 我们把同学也请上舞台 有请同学 跟我们秀春刀大家庭一起来拍照回忆留念 有请同学 这一马上要上映了 我们天方也送上最好的祝福给我们的各位主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我们邀请现场的各位媒体老师 录金头来为我们记录这个瞬间 也期待着电影上映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朋友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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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机 人在后面 来 我们先请所有的主创 看向我们的官方摄影师 请先看我们的官方摄影师 方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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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后面 方摄影师 来 我们请公园收一下道具 稍等我们各位主创请留步 各位主创请留步 今天真的是我们秀春刀的豪华阵容 我们再多给各位媒体朋友留一些拍照的时间 各位主创 还是请先看到我们前方的官方摄影师 方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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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把前排就座的各位出品方的嘉宾请上舞台 有请各位 谢谢我们各位出品方的嘉宾为我们的秀春刀修罗战场保驾护 有请我们的各位出品方领导 我们也期待在7月19号 秀春刀修罗战场 公映之后 全面爆发三年之后 再燃水清党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主创 谢谢也感谢我们各位出品方的领导 谢谢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发推现场 所有的媒体朋友期待着大家 7月19号帮我们多多宣传秀春刀修罗战场 我们电影院见 谢谢各位 那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说这个新角色吧 这个新角色其实到现在为止 这是什么新角色的積第一一顿 可以做出品的保持三一颗 大家可以做出品的一颗 最后来我们能够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这里也带来一下 不如 n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